成都 从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气象干部训练大队到中央气象局成都气象干部学校 从中央气象局成都气象学校到成都气象学校 又从成都气象学院到今天的成都信息工程学院 五十五载春夏秋冬 五十五年风雨兼长 伴随着共和国改革开放的步伐 搭乘着中国教育快速发展的东风 成都信息工程学院经过艰辛的发展 如今已是 春色来天地 花枝满信源 经历了短训中专大学三个阶段的成都信息工程学院 在几代人的心情耕耘下 由昔日的训练大队发展到拥有如今教职员工一千一百五十七人 在校学生达一万七千人的西南地区唯一一所信息类普通高等院校 在前进的过程中 他经历了怎样的历史过程呢 1951年的春天 伴随着祖国大西南的彻底解放 为适应新中国建立初期军事及国防建设的需要 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空军司令部气象管理处 在成都市建立了气象干部训练大队 主要为西南军区培训气象观测通信技术干部 1954年12月 改建为中央气象局成都气象干部学校 1955年8月 中央气象局长春通信干部学校并入本校 1956年6月 经高等教育部批准 中央气象局成都气象干部学校 改建为三年制中等专业学校 定名中央气象局成都气象学校 设气象专业面向全国招生 1958年9月 经国务院批准 正式更名为成都气象学校 为四年制中专 同时增设农业气象专业 1978年4月 经国务院批准 成都气象学校扩建为四年制 理工科本科高等院校 成都气象学院 由教育部和中央气象局双重领导 以中央气象局领导为主 2000年7月 根据学院办学方向及学科专业设置 教育部批准由成都气象学院 更名为成都信息工程学院 实行中央与地方共建 以四川省领导为主的管理体制 为了适应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需要 扩大办学规模 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成为刚组建的长途信息工程学院的当务之急 学院党委一般人转变观念 求新求变 感为人先 霸胆实践 2000年 通过多方努力 农行解开了国有事业单位 不能担保和抵押的扣子 与我院合作 新建航空港校区 在航空港校区建设之初 学院根据教育部加紧推进高校后勤社会化的要求 实事求是地推进了我院后勤改革 并率先在航空港校区实行了完全的社会化模式 2001年 学院合并了四川省统计学校 四川省统计学校始于西南军政委员会1949年 在重庆复旦中学开设的干部训练班 训练班在1950年扩大为干部学校 由工业部副部长万里出任首任校长 1953年 干部学校合并了重庆第一彩校 第二彩校 第三彩校 即江津彩校和宜宾彩校 更名为重庆工业会计统计学校 1954年 改名为重庆统计学校 1958年 迁到成都 更名为成都计划统计学校 1963年 迁到内疆 更名为四川计划统计学校 于1980年 改名为四川统计学校 成为全国重点中专 1994年 被国家统计局局长 称为统计工作者的摇篮的 四川统计学校 被国家统计局党组 批准为第十级学校 1999年 在成都龙泉建分校 并于2001年 整体迁到成都龙泉 四川统计学校建校 50多年来 为国家培养各类学员 近2万人 两校的合并 为成都信息工程学院 建立以信息技术为特色 以工为主 理工结合 理工管经文法 多学科协调发展的 学科体系 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经过55年的不懈努力 如今的成都信息工程学院 正处于历史发展的最好时期 目前 学院拥有占地 1820亩的航空党 龙泉 仁南三个校区 现有在职教职工 1157人 其中具有高级职称的教师 247人 学院有享受 国务院政府津贴的专家 19人 全国有突出贡献的 中青年专家1人 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 专家6人 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 3人 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 后备人选8人 同时 学院还建立了一支 由60多位两院院士 和国内外知名专家 组成的兼职教授队伍 全院在校研究生 本专科生达到17000人 学院以学科建设为龙头 继续巩固 大气科学 电子信息 通信工程 计算的科学与技术 统计学等传统特色专业 加强了电子信息内专业建设 发展了软件工程 网络工程 光电技术 电子商务等专业 并积极参数 设置新兴边缘学科 目前 学院共有42个本科专业 形成了以信息技术为特色 理工 管 经文 法 多学科 协调发展的学科体系 学院有大气科学 一级学科 硕士学位授权点 有气象学 信号与信息处理 统计学等 八个二级学科 硕士学位授权点 学院目前有17个系 一个继续教育学院 一个独立二级学院 三个二级学院 是西部最重要的 电子信息 人才培养基地 中国西洋局 人才培养基地 国家软件产业基地 人才培训中心 国家统计局 统计干部 培养基地 全国第一个 与中国人民解放军 第二炮兵部队 联合培养国防生的 一般本科院校 学院积极 与世界多所知名大学 开展科学合作与交流 是中国与美国 特洛伊大学 鲍尔州立大学 乔治梅森大学 北亚利桑那大学 北卡洛莱纳大学 彭布罗克分校 内部拉斯加大学 卡尼尔分校 东华盛顿大学 一加二加一 中美人才培养计划参加单位 建立有印度NIIT软件工程师 培训学院 美国CISCO网络技术学院 美国CSM西南培训中心 SAP研究中心 学院长期重视教学实验设施建设和科学研究 基础研究成果丰硕 应用研究特色明显 学院现有四川省实时数字信号处理与应用实验室 中国气象局大气探测重点开放实验室 国家统计局统计信息技术与数据挖掘重点开放实验室 三个省部级重点实验室外 还建有日元贷款项目光电子技术实验室 计算机网络实验室 电子技术基础实验室 电子商务实验室 会计电算化实验室 物流实验室 手工会计模拟实验室 统计模拟实验室 大学物理实验室等其他27个实验室 学院先后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国家重点科技公关项目 国家973项目 国家攀登计划 国际合作项目 省部重点科技项目等纵向科研项目 其中不少科研成果 以直接应用于气象现代化建设和地方经济建设 学院在电子信息技术 CAD系统 机电一体化 高速数字信号处理 专用集成电路应用与开发 天气雷达数字化研究 生态监测系统研究 多媒体通信技术 宽带接入网技术 GPS与GIS的应用 计算机网络 计算机与单片机应用 管理信息系统 气象卫星信息处理与应用 环境评价新方法研究与应用 大气科学 材块电算化 数学 电子商务 统计学 经济学等研究领域 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 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 中国85科学技术成果奖 中国改革理论成果奖 中科院自然科学奖 中科院科技进步奖 教育部提名国家科学技术奖 国家气象局科技进步奖 电子工业部科技进步奖 四川省科技大会奖 四川省重大科技成果奖 云南省政府科技进步奖 等奖项 近几年来 学院还积极开展 军队科技研究工作 和国防生的选陪工作 在国防生培养方面 早在2002年 成都军区后北军官 选拔培训工作办公室 就在我院设立了国防奖学金 享受国防奖学金的学生 毕业后被派遣到成都军区 从事相关技术工作 由于毕业生表现好 2004年12月 学院正式与成都军区选陪伴 二炮选陪伴 签署了国防生培训协议 目前共有501名国防生 在我院七个系的十个专业学习 在军队科研方面 四川地区强雷暴天气预报系统 西南地区自然灾害防范辅助决策系统 分别获得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 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科技进步奖 此外我院科技人员还积极参与了 我国先进军用飞机生产管理技术的开发 学院十分注重学科建设和学生实习基地建设 目前学院有动力气象学 线性怠数与空间解析几何 电路分析基础 操作系统原理 大学物理 管理信息系统 高等数学 中长期天气预报 统计学原理 电子商务概论 模拟电子技术等11个省级精品课程 建有电子技术与开发 会计实账训练 实证管理研究 人力资源开发与心理应用 综合气象台等学生实习基地 学院校园环境优美 学生学习生活课外活动 及体育运动设施完善 学院十分重视校区环境建设 多次被评为四川省高校绿化先进集体 学院开通了光纤电视和1000兆计算机网络 实行了网络化教学与管理 学院建有田径运动场 篮球场 足球场 台球场 羽毛球场 乒乓球场 网球场 游泳池 力量房 健美操房等各类室内室外运动场地160个 面积达139256平方米 一座建筑面积24000平方米的现代化图书馆已经投入使用 建筑面积13000平方米的现代化体育馆也即将竣工投入使用 学院以培养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综合素质高 理论基础扎实 实践能力较强 具有创新精神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为目标 大力推进素质教育 努力培养和塑造学生吃苦耐劳 勤奋上进 爱岗敬业 勇于奉献的精神 仅2004年以来 就有72位学生在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 挑战杯 高教设杯 数学建模等大赛中获得国家级奖 其中在2005年索尼杯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中获得一等奖四项 二等奖六项 在参赛的500多所高校中名列第六 总成绩名列全国一般高等院校第一名 学院一直高度重视毕业生的就业工作 想方设法帮助毕业生就业创业 近年来 学院本科毕业生就业率一直保持在90%以上 55年来 学院为国家培养和输送了大批的各类专门人才 毕业生分布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 各级气象 统计以及国防 民航 通讯等部门 据不完全统计 全国省级以上气象台站的通信中心 防雷中心 雷达台站等业务部门的技术骨干 70%是长都信息工程学院培养的 他们在天气预报服务 气象信息采集 处理 传输等方面 为我国的气象现代化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 55年来 学院也为祖国国防事业培养和输送了大批专门人才 他们主要分布在中国人民解放军 空军各部队 第二炮兵所属各部队 海军所属海军航空兵东海舰队 南海舰队和北海舰队 各战区所属部队 总装各卫星发射中心 军队院校及科研院所武警部队 乘风破浪 会有时 直挂云帆 济沧海 一代代的诚信人 用辛勤的汗水书写了光荣的昨天 一代代诚信人 必将用勤劳和智慧描绘出更加美好的明天 去年底 经学院第四届二次教职工代表大会认真讨论 六届党委第67次会议审议通过 我愿十一五发展规划正式发布 按照十一五规划 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 我愿将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是六建六中全会精神 进一步树立和具体螺丝 以任为本 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 在学院实物发展建设的基础上 进一步巩固成果 生化改革 以内涵发展为重点 以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为契机 把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公水平放在突出位置 全面提高偶运的人才培养质量 努力把学院建设成为规模十大 结构合理 特色宣明 质量优良的 审树重点 国内知名的教学研究型信息工程大学 季往开来 永攀高峰 我们有理由相信 把成都信息工程学院建设成为 省属重点大学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我们坚信 成都信息工程学院的明天 一定会更加灿烂 辉煌 请不吝点赞 辉煌